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明天開始 這是端午節三天的連續假期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量能萎縮得 非常的一個迅速 本週的週成將量也不足4000億 那下禮拜會不會有端午變盤之說 好 我們三大的一個疑慮 第一個 美國會不會升息 第二個 希臘會不會倒債 第三個 中國股市會不會泡沫 還有這個 美國會不會升息 好 這三大疑慮 至少第一個疑慮 在六月份 昨天晚上 兩點鐘的FED的利率決策會議 至少做出了一個適宜 那FED 包括葉倫 昨天有召開一個記者會 有做完整說明 六月份當然沒有升息 可是目前市場上預期 這個升息的一個腳步 從葉倫的談話 我們看到什麼樣地步 而美國升不升息 其跟台北股市 類股的變化 今天也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這個刺激 包括不升息的類股 今天大漲 那不升息的類股有大跌的 到底哪些類股 等一下我們會做完整解讀 好 另外我們看到日本 公佈最新的五月份出口 非常的糟糕 其實不只是日本差 包括中國 包括台灣 包括韓國 五月份出口數據都極差 那日經指數今天是下跌了超過200點 同時準備跌破季線 那更重要的是 觀眾朋友 日元是轉升 那中國股市會不會泡沫 建議觀眾朋友 我們還沒有時間做這個題目 就是日元的貶值跟入股的多頭 是正相關 但日元轉升 入股轉控機率很大 我們從2012年看到現在 非常精準 但關心的是日元今天開始走升 入股隨之在今天出現了一個大跌的變化 另外我們看台幣 台幣的實質有效匯率創下十年來新高 早盤台幣一度晉升將近五角 但是受到美元轉落影響 到底對台灣的進出口 跟國民所得 國民福利 有什麼關係 台幣到底是太強了 還是不夠強 我們今天請到三位來賓 好 第二位請到是 聚恨網總主席 邱志昌 邱老師 好 第二位請到資深財記者 丁萬民 好 第三位請到資深分析師 陳允龍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昨天晚上的一個利率會議 當然我們是把這個葉倫記者會的內容 來做一個觀察 那他特別第一段話我們來做觀察 他說今年其實很多委員們預期升息 是因為預期 觀眾朋友兩個字 預期下半年的經濟會升溫 而就業情況會進一步改善 的假設上 就是目前大家預期升息 主要是基於這個假設存在 所以耶倫他基本上很鴿派 他講一句話 但實際的決策會根據數據 而非預期 所以基本上 雖然委員們加息的聲音很大 可是他就有點痠 那是你們假設的 除非這些假設成真 不然的話 可能升息的腳步還會繼續放慢 我們都在做個解讀 到底升息腳步快慢會有什麼影響 另外他提到很重要的 美國勞動生產率 其實我們過去兩個月 一直領先台灣的財經媒體 跟官媒報告是美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問題 還有美國的房租問題 很不錯 至少世光很驕傲 就是昨天其實在葉倫記者會當中 非常著重這兩個點來做一個說明 好 我們先補充 包括FED並沒有決定如何縮減資產規模 還沒找到方式 另外就提到 年輕人基於房價的波動歷史觀 以及就業情況不穩定 所謂不願意購屋 所以才導致公寓出租的需求高漲 葉倫這話了不起 官媒報你知道嗎 美國人有48% 他不知道中國在哪裡 基本上美國的年輕人 或美國專業階級 他們完全沒有很多的知識 甚至沒有常識 可是葉倫竟然說 美國的年輕人因為基於房價的歷史波動性 這句話其實台灣年輕人搞不懂 所以葉倫到底怎麼解讀房租 這怪怪的 這人在象牙塔裡面 所以官媒不僅台灣總統很久睡得好 其實葉倫睡得更好 越睡越胖 基本上完全脫離美國現實 重點我們要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勞動生產率 官媒勞動生產率怎麼算出來的 分子是產出 分母是薪水 官媒你懂意思了嗎 所以對於老闆來講 薪水越低 產出不變 你的生產力是提高的 另外就是薪水提高 可是你可以產出更多 勞動生產率也是提高的 美國現在碰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工資通膨 就是跟台灣情況一樣 就是薪水緩步增加 可是產出的東西不增反減 所以使勞動生產率變得非常糟糕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月的節目 葉倫在昨天非常喬掉這個問題 可是很重要 他希望寬鬆來刺激產出 可是現在寬鬆沒有刺激到產出分子 反而刺激到工資的分母 所以變成一個非常惡性的循環 葉倫自己不知道 另外我們看到是美國的房租 因為美國的房租 像以4月份為例 美國房租的中位數 已經年增率來到了4% 幾乎是薪資的兩倍之多 所以工資跟房租的通膨 是目前美國結構性甚至走向惡性通膨 最可悲的一件事情 當然我們這講話是用經濟學角度 對市場不見的是可悲 對市場上就是一個很可愛的一個數據 另外我們要請教授做觀察 就是所有委員 大概17個委員 他們對於整個利率升息的時間點 跟升息到什麼樣的角度 綠色的是代表3月份的預期 紫色的是最新這一次6月份開會的預期 好 我們先看看2015年 這2015年在這邊 外面我們看一下 這個點 一個點就代表一個委員的預期 2015年要升馬邊 在3月份的時候有一個委員 很神經 他說會升到1.75 有兩位委員說不可能改變 就是不可能升息 中間最多的是升到0.5到0.75 這是3月份的變化 到了6月份我們開始改變 這個比較鷹派的幾個委員 看法變保守 所以升到1%以上的4個委員 到了6月份便不見了 都縮回來了 所以代表整個升息在2015年 腳步會進步放慢 那我們再看明年2016年 綠色是今年年初的看法 紫色是最新這禮拜的看法 本來有幾位委員會升到3% 升到3.75% 可是全部縮回來了 所以我們看到 鷹派的變比較保守 鴿派的變比較激進 所以往中間來靠攏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 從中位數的角度觀察 市場美國升息的預期 是放慢的 所以我們看儲畢市場怎麼反應 第一我們看道雄指數 道雄指數是5分鐘K線 其實在2點鐘 就是會議聲明 會議公佈之前 其實道雄指數下跌 大概有70點之多 結果一公佈加上葉倫的記者會 瞬間拉了150點 由黑翻紅 那另外我們看到黃金 因為不升息利率是貨幣價格 那美元就變弱了 美元變弱了什麼 黃金就開心了 所以黃金瞬間急拉 拉了大概15塊錢 每金每盎司 那另外我們看日元很重要 日元瞬間急升 往下急升 升了加進1塊3腳錢 所以我要請教喬老師 從昨天的會議紀錄 特別其實很多圖表 但最重要的圖表就這一張 特別是委員們的投票 因為這些委員 他們會投票決定FED的利率 從這個結構改變 跟葉倫非常關注 就是房租 工資 這兩項成本性的通膨 您的觀察 我想我們從幾個重點來看 第一個我們從世光 這個圖來看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 目前的這個中位數 是往下拉的 我跟他算了大概 往下拉了0.25個百分點 每一年嗎 對 每一個stage 就是每一個步驟的話 它長期是不變 長期是到3.75 像只有20 未來長期在這邊 對 未來長期 都是比較一致的 但是這個中間的過程當中 我們用學術來講就是 我們的變異數在縮小 變異數在縮小就是說 你波動的範圍是比較小的 然後讓投資人感覺到 比較安心一點 比較放鬆一點 所以昨天美國 這個道瓊工業指數 剛剛世光那個圖 就是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拉上去 因為股市第一個就是怕 非常的不確定 你哪時候不升息 升息又不知道 然後今天終於揭露了 因為它會在連底之前升 連底之前升的話 目前最大的可能 就是剛剛所提的 這個9月份可能會升 這樣一個問題確定 另外就是有關於 剛剛的這個變化 就是有關於這個中位數 這個分率的中位數的 也很明確的 對 所以我們卓老師 剛剛講的意思 像觀眾朋友 綠色是年初的看法 每一個點再次強調 是一個委員的看法 我們看到像2016年 本來你看好發散 忽然變成好團結 這個好像很特別 這都是這個 當然講民主選舉 那麼好就好了 在開會之前 大家吵翻天 快打架了 可是開完會之後 大家很團結 至少對於華爾街 或對於全球金融市場來講的話 升息不見是利空 可是最怕是不確定 只要感覺他們意見比較集中 感覺是比較好的 對 不確定 而且它的波動就降低了 因為我們在做計量的時候 通常有幾個這個 我們叫做基本統計量 第一個就是四分之一位數 第二個是中位數 第三個是四分之三位數 第四個是最高值 目前來看的話 最高值是在3.75 這個中位數可能是在1點多 而且你可以看 那中位數是壓低的 可見它整個未來的樣本 我們叫做sample 它的整個樣本 它是比較平滑的 比較平滑的 所以這樣的話 對股票市場的傷害會 或者是對公債殖利率的 這個傷害都降低了 都已經降低了 所以這樣一個 明確的這個效果出來之後 這個倒窮工業指數 就瞬間 這反彈 對 因為你雖然要升 但是是給你升沒有關係 但是要確定 而且這個確定又是利多 為什麼 因為是短 整個smooth 這個比較平的 不是說比較陡峭的 那個協力比較陡峭的 那葉仁在做宣布的時候 他特別提了一句話非常重要 他說根據實際的狀況 就換句話說 目前大家的預期 大家不管說公債市場的 這個泡沫化或者是 對美國的經濟 各種都有很多很多預期 但是這個預期 葉仁說他要看實際的狀況 這個就隱含了一個味道就是說 他這個升級的政策不是一個 rule 不是說我升級我就這樣做 不是 他未來可能會 就是也是會權衡的 他一看如果希臘債有問題 或者各方面有問題的話 他還可能針對實際的狀況 去做寬鬆 我要請教老師做觀察 因為過去我們知道貨幣當局 因為有個貨幣中立性存在 所以過去的央行其實就謹守紀律 基本上市場上只要不要出亂子 就是央行的責任 包括不要貨幣太多 那也不要貨幣太少 可是我們從這個講話去注意到 因為基本上現在各國央行 變成攻擊性的味道 就從2005 06 07 特別是2008之後 大家說全球最有權力的人 不再是美國總統 不再是馬英九 而是彭華南 而是葉倫 因為他們用攻擊性的角度 來做決策 譬如我們提到 因為這是有個反向關係 工資跟房租漲翻天 理論上在10年前央行 非常關心這個動作 應該升息了 可是現在央行角度轉變 他們在乎的是經濟成長率 至於通膨 反正這個責任放下了 這會代表什麼樣的影響跟意義 第一個 剛剛世光所提的工資的通膨 就是有關於生產力的下降 跟這個租金的增加 這節目真的是大概從 那個調合物價指數公布之後 大概兩個月 都一直在關注這個話題 這兩個工資的上揚 跟這個租金的上揚 會引發什麼效果 我們可以從家庭所得來看 比方說我大部分的錢 都放在房租 對 我的消費就會比較少 就會比較少 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這個圖 這個是消費者的信心指數 利息根 上面是信心指數 信心指數 下面是零售業 對 上面是表情 但底下是動作 動作 因為他的動作是被這個房租 雖然工資我領很多 但是我被房租給吃掉了 臉上笑嘻嘻 心裡不願意 對 所以說整個零售業 他就下來 零售業下來 好像FED並沒有看到零售業 他只注意到消費者的信心指數 所以他提出消費者的信心指數 在1月份的時候突然下來了 所以他非常的在意說 這個經濟是不是遲緩 經濟的確遲緩 因為在這一次的會議當中 原本今年的2.2到2.7的 經濟成長率再度調降 再度調降到1.6 1.6原本是明年異故的數值 2017年 但是現在調降到1.6左右 可見存在的結構的問題 這個結構的問題 就是世光一直持續 非常注意觀察的工資通膨 或者是我們把它叫做 成本結構的這個 成本的這個Stagged Inflation 就是成本的一個Push的一個通膨 他沒有創造機會 就是單純的一個推升而已 一個推升 這個通膨的 這個停滯性的通膨的話 最後會演變成一個 如果說是低度的成長 比方說他現在一直調 1.6 1.2 1.1 這樣一條的話 就變成一個惡性的通膨 是 我們常常講這個東西 觀眾朋友 剛剛其實教授講幾句話 我們有人講美國衰敗論 我們常常講武器 中國的航空母艦 美國衰敗論 觀眾朋友 其實美國衰不衰敗 你可以從好萊塢文化看得到 你可以從美國軍事看得到 可以從美國外洋真的看得到 但那些都不準 因為那一點主觀意味 耶倫公布的FED的一個會議的看法 從整個長期的潛在GDP的場地衰落 奇怪沒有 這就是絕對政經 所以下次你要跟朋友講 假如你說美國完蛋了 美國要衰敗 不是你講的 你從FED對美國整個經濟的預測 就知道 美國衰敗是已經發生 而且未來可能會比想像中更嚴重 我們不講軍事 不講外交 我們只講經濟 最後問題我想要求老師 因為我們還記得兩次經驗 但次代海嘯 是2005年到2007年 因為房地產泡沫太快 Bernanke升息太晚 所以我們看到那時候很急的 就是起點 起跑得很慢 但為了追上通膨的速度 所以跑得非常急 升太快了 所以房地產一戳就破 所以當時大家就檢查說 Bernanke你為什麼不早一點升息 你早一點升息 早一點跑就可以慢慢跑到終點 好 這第一次 另外一次是1995年美國開始升息 那一次就升得很早 可是升得很慢 所以在亞洲出現金融風暴的時候 美國股市沒跌 現在問題來了 葉倫現在一直拖這個起跑點 一直拖 一直拖 會不會到底是 變成1995年那一次 還是變成2005年那一次 一個是慢慢跑 一個是非要等到最後一刻 火燒屁股了 才要開始跑 現在葉倫問題就卡在這邊 到底是要起點重要 還是邪力重要 您觀察 事關的確觀察得非常的入文 因為這個全衡貨幣政策的操作 就像股票的操作一樣 有時候你說買在低點嗎 但是等很久 有時候是 買在其商點 對 買在其商點嗎 那剛好 因為唯有愛過方之情深 老師舉例舉很棒 一個是買低點但等很久 等很久 一個是買在其商點可是 都沒有動 所以貨幣政策 你如果要用全衡的話 看事辦事的話 結果就像這樣 然後第二個要注意到 所有各國的央行 包括台灣的央行都非常的獨立 連總統 連財經部長 都沒有辦法去干預他 所以說他所握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所以說他會影響到 大家所有的資產 的一個增加或減少 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葉倫的升息已經落後 為什麼 因為從去年開始 我們就一直在做學術研究 或者是追蹤 最好的升息的時候 是在試業 為什麼會提這個試業 因為在第一季的時候 QE剛退場 然後經濟速器還不錯 所以是最好升息的時候 因為你有經濟速器的支撐 所以金融不會有變化 結果他透過了這個失業 發生了前九的這個 再次失業17號的這個泡沫 當時我們節目也為了 再次泡沫做了非常多的觀察 這樣一個泡沫的話代表說 FED在這個升息的動作上面 已經漏禍於市場 對 有點問題 我們講像這個經濟學 德魯比爾的經濟學家 Shiller Shiller之前講非理性繁榮 非常有名 你看葛林斯潘都引用他的話 在1999年 1998年 他就說這是非理性繁榮 所以這個利率的變化很重要 到了2005 06 07的時候 其實Shiller第一個 看空美國房地產 說2007年會掛掉 是因為Bernanke升息生態級 那Shiller在講什麼 Shiller說升息來不及了 就是耶倫早該起跑了 你不要以為耶倫跑得到 Shiller認為耶倫跑不到 就是最後 美國一旦啟動升息 會不會來不及 就升息太慢 就變成要暴衝 搞出心臟病來 所以Shiller其實三次的 升息循環跟降循環 其實他看得非常準 我要請教一下 永浩做觀察 當然這個FED政策 會影響我們很重要 像邱老師像萬民哥 這個比較年長 累積一定財富 他們只要關心就好 像我們這個年輕人 基本上就是影響我們的未來 我們的所得跟我們的這個還債 我們看今天台北股市也在反應 外面有沒有注意到 台北股市今天低量潮 可是有幾支股票很強 遠傳 台灣大 亞太電信 中華電信 特別是你看遠傳 台灣大 今天都彈了快2% 都快3% 電信股大漲 相反的金融股今天好弱 從幾個受險金空 像星光金 國泰金 包括像玉山金 大眾銀 這些利差縮小或沒有擴張預期的 都跌 我們怎麼解讀 其實FED生不生息 跟台北股市投資人也有關係 您可以觀察 確實沒有錯 因為其實生不生息 其實核包非常非常的正相關 因為其實我認為說 其實這一次大家可能講說 FED到底生不生息 其實跟我選股到底什麼關係 其實關係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其實從2008年開始 美國不斷去降息 是量化寬鬆來 其實利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其實我們可以去留意到 從2010年到目前為止 我們一年期的定存利率 大概是1.345 非常非常低 活期存款0.33 也就是說你100塊放在裡面 一年拿不到多少錢 對 那非常非常低 所以為什麼今天電信股會漲 因為你不生息 不生息因為電信股 它擁有比較高的一個殖利率 而且很穩定 對 因為電信股過去 我們都屬於比較保守型 比較防禦型 就是零股息的 甚至於在這幾年 講到它是屬於定存概念股 對 因為它每一年獲利非常非常穩 你就拿比如說 像中華電信來講 它平均每一年的獲利 大概就是大概4塊半到5塊 對 台灣大哥大人 就4塊半到5塊半 遠傳大概是2塊3塊 不停地去做 然後都會配出來 對 然後都會配出來 所以100塊像 你看中華電信買95塊 加一年配4塊的話 4點多%報酬 而且很穩定 對 非常非常穩定 所以說其實我們可以 直去觀察 像中華電信 它今天收盤價是在95.9塊 以它今年配4.5塊來做換算 它殖率大概是4.7% 你如果說你拿去跟定存比 可以抵好多年 對 我們再看一下像台灣大哥大 今天收盤價是收在105.5 它今年大概是配5塊6 殖率率有5.3%更高 再看一下遠傳 遠傳今年是配3.75元 對 它的整個所謂的殖率率 以今年收盤價來做換算 71塊來換算大概是5.28% 其實殖率都是非常非常高 比如說其實在今天整個 沒有升息的這樣一個預期一出來之後 那造成整個市場上 比較具有所謂的一個保守型資金 就往這個地方跑 你說現在房貸大概是2%左右 信貸你信用好一點 可以借到2.8 3.2 你去借信貸 然後去存中華電信 存台灣大 只要在美國不升情況之下 它可以賺1.5% 會有 真的會有 對 等於很安全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在這幾年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台灣股市其實很多電子股 都跌到破表了 直接從天堂掉到地板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像中華電信 從09年這是月K線 從09年漲到現在 其實幾乎沒什麼跌 甚至像台灣大 甚至像遠傳也都是一樣 不是要賺差價 是賺他股市 對 那因為市場上預期會在 所以說股價就不容易跌 反觀回來 那為什麼今天金融股 會成為比較灌壓的一個所在 當然其實我們可以從 這張表來做一個觀察 如果說要升息的話 可以從三個面線來做觀察 金融業會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銀行 影響到證券 影響到所謂的一個保險 那你說其實基本上 最直接相關影響到 在銀行 短期會有利差 但是因為你這個沒有升息的話 那利差就不見了 那當然其實在今天整個銀行股 壓力就比較大 另外在授險這個部分 因為它本身保單的這個差 那個利差這個關係 對 因為保單 有時候客戶是終身保單 那個超長期的負債 它需要一個相對一的資產 你不升息就慘了 對 也會影響到保費的評估 這樣說其實授險很多的資金 都是存在國外 國內 做所謂的一個比較長期的投資 那你其實這樣子一不升息 整個波動就會非常非常大 也就是說其實在為什麼 最近整個所謂的一個外資 買賣超 從昨天就可以看出來 外資在前10名買超裡面 有四檔就是金融股 前20檔裡面 有七檔是金融股 就代表說其實外資已經看到 我認為說其實未來金融股 還有一個地方 大家必須特別去做一個留意 就是說在整個所謂 基本面這個架構 因為既然不升息 沒有利差 我們看一下 它有什麼樣會影響到 第一個 中國股市 因為它目前整個中國的 一個所謂的存放的這個 曝險金額 大概是841億美金 這金額非常非常大 如果說中國泡沫一破 這個是金融股潛在一個利空 另外就是說 其實在整體金融業 在上個月開始 其實整個放款的一個金額 已經開始變得非常非常少 只這樣1000 跟去年同期比較 大概是衰退1200多億 那代表說其實金融業 可能在後面的整個 所謂的獲利成長性 有一些疑慮在 好 我們今天我們回來觀察 從FED升息 我們用非常完整的角度 讓觀眾們知道 現在目前的金融環境 升息不見的是利空 就怕是不確定性 跟因為這個不確定 導致不確定的結果 我們要觀察一下 因為日本在公布 最新五月份的出口 怪了亞洲國家五月份出口 從中國 台灣 韓國 日本 新加坡 印尼 馬來西亞 全部翻車 現在更恐怖了 觀眾朋友 最近航運間 你有在進出口的話 台北到上海 一個20折貨櫃 運費只要多少錢嗎 一塊美金 一塊美金喔 所以為什麼整個出口那麼慘 那航運的貨櫃一塊美金 台北到上海 搬一隻大象去上海 只要一塊美金 正好 我來告訴你